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HK01登了一篇整萬字的文章出來吹風 究竟他們想吹過什麼風呢 這篇文章的標題叫做 是時候解決雙重國籍 建立中國香港公民身份制度 小標題就是 全中央積極研究解決雙重國籍 港人不能再食兩家茶禮 為什麼他們忽然之間要吹風呢 當然是因為 移民潮已經客觀地出現了 而且數字也是相當驚人 因為今年 武肺大流行加上全球經濟下行的雙重打擊之下 其實一般的情況 移民數字也會有所下跌 但是現在的情況似乎不是這樣 我們看兩組數字就會知道實況 第一組數字 在今年頭十個月 獲批台灣居留許可的香港人 達到7474人 定居的人數有1272人 這個數字比起去年的同期 是暴增了七成一 也創了97以來的新高 這個數字是 令人很驚訝的 7000多人獲批了台灣 第二組數字就是 由今年的7月15日 至到10月14日 一共有2116名的 BNO持有人及其家屬 獲批了 LOTR的資格 入境英國 這個數字還未包括 沒有取得LOTR 即是就這樣進入了英國境內的 人士 所以這裏就已經是2100人 再加上剛才那裏7400人 都已經說是9500人 還未計算那些 本身已經是拿著外國護照 隨時可以動身走人 隨時可以回流回本國的 那些居港人士 只是拿加拿大護照的人都30萬 另外還有BC的英國公民護照 另外拿美國護照的 澳洲護照 那裏都不少人 而且大家都知道 今年那個母肺 肯定就令到不少人卻步 減慢了移民的步伐 當下年可能全民都已經打了疫苗 疫情開始減緩的時候 這個移民潮就只會加速 不會殺制 肯定就會造就到大批的資金和人才的外流 所以現在HK01就要 在這個背景底下 吹這些風 就說要解決雙重國籍的問題 那到底是如何解決呢 這篇文章首先提倡了一個叫做公民忠誠的概念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這篇文章就引述了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紅就指出 說香港中國公民的政治忠誠概念 就是一種複合結構的忠誠 一方面又要忠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另一方面又要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港區國安法就是維持底線忠誠的常態法治手段 他們就要提倡 要對中國和對香港特區都要有忠誠 其實現在全體公務員要被安排去簽署聲明 或者是做宣誓 正正就是體現得到這個所謂維持底線忠誠的手段 而且我相信公務員都只不過是 第一擊 之後一定會擴展到其他行業 尤其是那些由政府出糧的崗位 比如說教師 又或者是大學的教職員 或者是社工等等 這些都是我相信遲早都會擴及到的範圍 就是要維持所謂的底線忠誠 HK01還提到 這一波的移民潮和潛逃潮 確實反映到有不少香港人對國家的責任意識和政治忠誠相當薄養 除了不可抵抗的歷史原因之外 其實還有特區政府從未修正香港人身份制度缺失的不作為有關 到底HK01是怎樣來建議修改這個所謂的缺失呢 當然就是根據這篇文章的標題所說 要解決所謂的雙重國籍 但是大家都知道 自從九七主權移交之後 這個所謂雙重國籍 一直都是存在的 沒有人提出過問題 現在忽然之間就是要解決了他 大家都知道 有不少人在擔任這個問責官員之前 他們都要拿有這個外國的護照 他們要就職之前才走去放棄 甚至乎這個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他也是這樣 他未做主席之前 他做功能界別的議員 因為有十幾個位 其實就可以保留外國國籍 他就一直保留 到做主席的時候 他才急急放棄 所以其實根本上有很多人都是拿了外國護照 不只是說平民百姓 更多的就是那些達官貴人 只是說說我們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知道 是不是 他老公和兩個兒子 到現在還是保留著那個英國國籍 都未放棄 所以你說要解決雙重國籍 實情你就應該由那些裸官入手 你不應該從平民入手都沒有說服力 是不是 不過不要緊 我們繼續說說他有什麼建議 這麼厲害 其實這篇文章也引述了當時 老平的說法 他怎麼說 中國政府在當時 實際上採取了一種 隻眼開隻眼閉的靈活措施 既符合中國的國籍法 又結合香港的具體情況 故此 其實中國政府 是默許了雙重國籍的存在 自此香港人就搶有了雙重國籍的特別待遇 但是 就時不時都引發起爭議 但是這個爭議多數都是由建制派那邊的人來提出 這篇HK01的文章就說 最普遍的質疑就是 雙重國籍的人士就未必擁有本土忠誠感 甚至乎產生香港疏離感 我又不是很同意這個說法 有很多拿著外國護照的人 不一樣是很熱愛香港的 有部份 只是拿著香港身份證的人 他對於香港都很厭惡 所以就沒有拿著外國護照就疏離 或者沒有外國護照就親切一點 這些 解分的方法完全是不科學的 這篇文章還提到 就說在公民身份制度缺失之下 這幫拿著外國護照的人 就可以 吃兩家茶禮 享有基本法所賦予 專屬於香港永久性居民的 各種福利政策和政治權利 他們不斷數 聽著 包括就是低廉的醫療服務 申請供應房屋 享受免費教育 以及 參與政治選舉 而且一旦有些什麼不如意的時候 又可以拍下屁股走人 接下來 這段就是 在這篇文章中的 重點精華之所在 他們就引述了 新兼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的說法 他就說 假如英國執意要為BNO擴大權利的話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可能會就著基本法第24條進行解釋 例如 基於香港的現實問題 就要全面貫徹國籍法當中的單一國籍原則 就要澄清 擁有中國國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一旦持有了外國護照的話 就等同於 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和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資格 他這一句 其實是整篇一萬字的重點 就是他們現在想提倡一件事 凡你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拿了外國護照 就要喪失中國國籍和永久性居民的資格 實際上如果真的這樣推行這一步的話 只會使得更多人即時要作一個抉擇 那就是提前離開香港 因為你逼他選擇就逼到賣場 當你逼人二選擇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會驅使 有一群本身是在猶豫的人 在這裏十五十六的人 沒有落定很大決心的人 他就是會選擇保留住那本的外國護照 或者BNO 就放棄永久性居民的資格 因為你叫他選擇的時候 他自然就是要取捨 所以走到這一步 其實是很愚蠢的 只會是驅使得更多人 加速離開 當然有部分人會選擇留在香港 看看他自願不自願 自願那些就沒得好說 對不對 如果是不自願的 被迫放棄了那本的 外國護照 比如說他要照顧家庭 要賺食 諸如此類各樣的原因 你留得到他的人 其實都留不到他的心 他賺夠錢 分分鐘都是走的 或者自己不走 安排自己的子女 去外國讀書 當然 這篇文章 就慢地數 香港永久性居民 有什麼福利 有什麼政治權利 你說到低廉的醫療服務 實在是中產人士 很多都自己有買保險 去看私家醫生 至於公家醫療服務 要等幾長時間 大家都有眼見 至於申請公營房屋 如果是那些18歲 剛剛升上大學 就去申請 那些 到他一畢業的時候 第一份工 就已經爆了 收入的限額 是不是 我就聽說過一些說法 就是自己特地去做一些 即是基層的工種 比如說去做看僱 而且他不是上足工的 專門教對收入水平 去拿單人工屋 實在是浪費時間的 這些工營房屋 有很多是批了給新移民的 好了 享受免費教育 你猜很輕香嗎 免費教育 是不是 很多家長為什麼要長途拔涉 都要走到外國 移民 正正就是為了自己的兒子 有一個良好的教育制度 有一個良好的教育氛圍 你現在那一套是不是很好呢 如果是就不用那麼多人出來抗議 好了 至於說到 參與政治選舉 還搞事 現在一例你根本上已經設置了很多道關卡 有這個政治背景審查 二例 你喜歡拖延一年 一年又一年 是不是 那這些還說什麼呢 所以 根本上他所提出的這些東西 究竟能否留得住那些市民呢 我是很懷疑的 有沒有人因為你所提出的這些東西而留下呢 還是因為被自己的那份職業綁定了 所以留在香港呢 我相信後者是多一點 好了 這一篇文章 那個田飛龍教授就提到 就說 持有這個外國護照的 就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就會喪失中國國籍 和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資格 那就是說那些拿著BNO的 如果他說 我要繼續拿著 等同於是不是喪失了中國國籍和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資格呢 如果是的話 分分鐘就可以立刻轉為BC 轉為英國公民的 因為他喪失了中國國籍 那你等同於 送這班人走 隨時連5加1都不用了 因為那些人就可以直接申請英國國籍 當然到其時英國政府怎樣來做決定 就另一回事 因為如果 到時候有很大批的人 這樣來入籍英國的話 都會對英國造成一定的負擔 不過這些就是後話 反正 究竟HK01這個吹風 是不是真的會實施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可能是試一下水溫多一點 因為 你那個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 其實含金量 怎麼都不及 外國護照 當然就好看那本外國護照 是哪一個國家 如果是五眼聯盟國家 當然那本護照的含金量就高一點 如果你說非洲某一個國家 可能他就選擇在你這個 香港永久性居民 很簡單 其實全部到最後都是關於利益問題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